小时候经常听着教室里摇摇晃晃的吊扇在幻想 万一哪天它要是掉下来了会怎么样呢 好奇实验室买了一台二手吊扇 在杭州某写字楼里搭建起了实验平台 先测试叶片的杀伤力 我们将一根黄瓜绑在杆子上 吊扇很轻易就削断了黄瓜 即使是三根绑在一起也很轻易的就削断了 再用一根鸡爪来模拟小孩子的手 虽然鸡爪的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 但是鸡爪里面的骨头已经是粉碎了 在测试坠落的吊扇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力 三次实验下来 吊扇都掉落在了下方中心位置附近 并没有飞旋出去横扫一片 吊扇的叶片也都没有碎裂 但是冲击力使它有些变形了 被用来模拟人脑袋的西瓜 也被切出了整齐的口子 不过专家说了 正规厂家安装的吊扇 一般不会出现吊扇突然掉落的情况 偶尔有些质量不过关 用了超过十年老化了的吊扇 会有出现掉落的可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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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